来源及思路 最近股市不怎么样 好久没交易了 还遭遇了一次A币贷骗局 很多人可能知道A币贷 也有人不知道 但A币贷其实就在身边 一会解释一下 先说一下事情经过 一天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他最近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 准备贷点款 因为他还有贷款没还清 争气有点差 银行要求他得找一个北京有社保 有公积金的人 来帮忙收一下钱 说不用我任何签字之类的 就是本人到场 提供一下银行卡号 为啥说是人情事故贷呢 因为这点小忙你不帮的话 显得太没人情味了 然后好戏就开始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先问是哪家银行 朋友说银行贷款他没办下来 所以找了一个贷款中介帮忙 可能很多人以为 这种中介机构就是一个小作坊 正好相反 这家中介在广熊门首东国际大厦 就是北京挺好位置的一个地方吧 公司看着也特别正规 事后我还查了一下公司 人家还真是合法的铸带公司 但这也只是披着羊皮的狼 到了以后就来了个客户经理 先夸我这人一看就仗义之类的 然后过一会又来一个工作人员 说放款过程中 又查出我朋友信用卡有点多 需要有人帮忙做个增讯 才给放款 希望我能帮忙 我说这个增讯具体怎么操作 他说就是用信用好的人帮忙去申请贷款 但是还款人还是我朋友 我没有任何风险 可以签个三方协议 我说那这笔款就是我贷的了 需要我去还款 他说不需要 银行会提供一个还款账号 让我朋友每个月转钱到这个账号就可以了 我说那我朋友还不起钱 是不是就得我来还 他说我们公司会监督他还款的 始终避开我正面提出的问题 我说风险太大我得回去考虑一下 他说没什么风险 你还相不过你朋友吗 而且银行放款是有时间的 今天不办就还得重新审批 这时候我朋友也发现有问题 说之前你们不是这么说的 我不想让我朋友冒这风险 我再想别的办法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这个事件就基本结束了 这里解释一下AB带 就是A信用差 找了中介 然后中介通过套路 让A找个信用好的B 最后把贷款转到B名下 这里的风险分析一下 首先A正常还款 B是安全的 中介安全 如果A不能正常还款 B需要偿还 风险极高 中介还是安全的 银行会找 B要钱 B只能找A要钱 但A有钱也不会违约 所以AB带最危险的就是B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帮忙 做这个傻B 剧终我这个角色 这个AB带可能很多 A这个角色是知情的 和中介联合片币 而且我相信 知情的人可能还得占多数 那么这些中介这么套路 利润有多大呢 我朋友说贷款50万 三年期 每年6% 我一听这个利率指定不对啊 6%的话 还用这么丧心病狂吗 后来我看了合同才明白 这个每年6% 三年一共18% 这只是中介的服务费 而且这个服务费款下来 还要一次性付清 就是50万下来 要给中介9万块钱 然后你贷款的费用 还得正常支付 因为没半成 也不知道贷款利率是多少 但至少得12%以上了 最后总结一下 增信 委托转收 担保 涉及贷款的事 都不要帮忙 我就去这一回 增信上就多了5条记录 不要以为 只有违约才会上增信 被这些金融公司查询过多 也一样影响增进 而且通过这些信息 也能看出来 这些中介的贷款来源 也不怎么靠谱 我需要一iro年快乐的 再次贷款来源 一定要快乐的 更正常监制 也能看出来 《赶桨深啊知识》 我们速简单